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联发科公布2023年第四季度,即全年财报。 鉴于2023年,全球半导体行业充满挑战。联发科作为IC设计头部厂商,不免受到波及影响。全年营收结束了连续四年的增长态势。但第四季度,营收与净利均恢复快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天机系列旗舰晶片的强劲销售。 财报显示,联发科在2023年第四季度的合并营收为新台币1295.62亿元,环比增长17.7%,同比增长19.7%,毛利率为48.3%,环比增加0.9个百分点,于2022年同期持平。 净利润为新台币257.13亿元,环比增长38.5%,同比增长38.9%,每股贪薄收益新台币16.15元,为近五个季度以来新高。 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在财报法说会上表示,联发科在2023年第四季度表现强劲,主要是由于智慧型手机需求超出预期。 受益于5G与4G需求增长,以及旗舰晶片天机9300的成功放量。 去年第四季度,联发科手机业务营收环比大涨53%,在总营收中的占比达到64%。 根据调研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发表的报告,在全球手机应用处理器AP领域,按照出货量计算, 2023年第三季度,联发科以33%的份额主导了手机SOC市场。 这得益于天机9300,引入了生成式AI功能,以及天机7000系列,推动了中低阶手机出货量。 此外,联发科智慧边缘设备平台,去年第四季度营收占比约30%,环比下滑19%。 主要因为,电视客户在去年上半年,已提前建立库存,减少了订单。 电源管理IC方面,去年第四季营收比重为6%,环比微幅增长1%,其中,数据中心电源IC增长强劲,消费电子产品则相对持平。 总体上,由于整体消费,市场需求疲软,联发科2023年,全年收入为新台币4334.46亿元,同比减少了21%,结束连续三年创下新高的历史。 毛利率为47.8%,同比降低1.6个百分点,利润为新台币771.91亿元,同比下降34.9%,每股贪薄收益新台币48.51元,低于去年的新台币74.59元。 蔡立行表示,2023年,全球半导体行业充满挑战,联发科采取了多项积极措施推进业务发展,包括执行价格控制,降低自由库存水平,以及较少一般运营费用等。 同时,联发科还战略性地重新分配了更多内部资源,以寻求新的增长机会。 基于此,他们增强了在这一周期中的弹性,并通过推出5G AI旗舰SOC和Wi-Fi7解决方案等领先产品,巩固了全球地位。 他还称,去年联发科旗舰手机晶片营收强劲增长70%,贡献超10亿美元。 其中,全新的旗舰晶片天机9300在市场上颇受青睐,市占率将持续提升。 蔡立行表示,2024年将是联发科下一个增长阶段的开始。 随着无处不在的人工智慧,无论在边缘还是云端正催生越来越多的需求, 作为为数不多,能够在最先进的工艺节点,如3奈米及以上上,支持多种应用的厂商之一。 联发科将利用领先的路线图积极与全球客户合作。 他还提到,2024年,预计全球手机市场出货量将以低个为数的百分比增长, 总量约12亿部,而5G手机渗透率将从去年的50%以上提高到60%以上。 联发科观察到生成室,AI正在推动手机的升级需求, 并带动整体旗舰级和高阶手机市场增长。 全球5G持续升级与旗舰手机晶片的市占率扩张将是联发科今年手机业务的增长关键。 据了解,联发科首款采用台积电三奈米制程生产的天机旗舰晶片日前已成功流片, 预计将在2024年下半年量产上市。 该晶片预计为天机9400,凭借全新的制程技术, 相比5奈米制程逻辑密度可增加约60%,能效提升18%, 相同速度下供耗降低32%。 蔡立琴称,2024年一季度手机业务营收在去年第四季强劲的捕获需求后, 将较上一季度略有下降, 但联发科旗舰晶片的全年营收超过势必超过10亿美元, 而且总体表现会越来越好。 在其他业务方面,尽管2023年消费电子需求疲软, 但联发科的5G数据机、汽车电子和ASIC业务仍持续增长。 蔡立琴表示,2024年,预计整体市场需求将逐适度改善, 其中对连接和运算设备的升级需求将成为重要的增长动力。 目前,多家平板电脑客户已在第一季度采用天机9300 打造支持生成式AI的旗舰平板电脑, 预计未来会有更多机型导入。 根据安兔兔最新的效能排行, 天机9300凭借着超大和架构等方面优势, 以220万分的成绩霸榜旗舰效能, 成为安卓第一。 按照惯例,天机9400将会在今年下半年登场, 最新的规格已经曝光。 据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 天机9400目前测试的样片是一个X5迭代超大和加三个X4超大和架构, 相比9300升级的一颗X5超大和, 极限效能会更强。 同时,天机9400由于采用第二代台积电300米工艺制程, 能带来更强的表现。 据悉,台积电第一代三奈米工艺是N3B, 目前是苹果A17 Pro M3系列晶片独占。 台积电第二代三奈米工艺是N3E, N3E预计将比N3B应用更广泛, 而且良率更高,成本更低, 但是效能会略低于N3B。 当然,除了联发科天机9400晶片外, 高同效龙8战4A18系列晶片都将会采用N3E工艺。 另外,鉴于联发科天机9400晶片, 将会采用ARM最新的工版、CPU和GPU架构, 设计效能非常强悍。 按照惯例, 联发科天机9400会在今年下半年登场, 这将是联发科2024年最强悍的手机晶片, 堪称天机之王。 展望2024年, 随着人工智慧, 无论在边缘设备还是云端等领域, 正催生越来越多需求, 联发科预计将开启下一个增长阶段, 包括利用领先的路线图, 积极与全球客户合作, 在旗舰手机SOC、 无线连接、 企业级ASIC、 汽车和ARM运算等领域, 寻求新的增长机会。 其中, 手机业务的表现将至关重要, 而天机9400等旗舰晶片, 有望为其业务增长, 注入强心计。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